習缺席美G20接觸先登推美式聯盟 加軍艦對峙共軍3小時 中軍事女專家被群嘲 德州待遇深圳涉紅央及香港爆水災 中共吹聲吹到軍隊恐怕於事無補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9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詳細內容 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拱手養出自己的國際舞台之際 拜登已經啟程前往中國的後院印度 參加20國集團G20峰會 有報導說 拜登值此行發出一個明確訊號 就是與中共相比 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全球聯盟 對世界各國來說是一個更安全的團體 在習近平缺席之際 美國很不客氣 先發制人 首先 與印度沙地阿拉伯 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領導人 計畫在星期六宣布一項重大聯合基礎設施協議 消息人士說 該項目的運作方式 預計將通過鐵路網 連接黎凡特和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 該鐵路網還將通過海灣地區的海港 連接到印度 由於中東是中共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還企圖在該地區不斷增加影響力 白宮推動的該中東項目 無疑是對中共的一拳重敬 聯合鐵路項目 預計將會成為拜登這個週末 在新德里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的關鍵成果之一 此外 美國政府還尋求與沙地阿拉伯 達成一項大型的外交努力 其中包括沙地和以色列之間的 正常化協議 消息人士說 如果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 未來實現關係正常化 以色列也可以成為該鐵路項目的一部分 並且通過以色列海港 擴大該國對歐洲的影響力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政客Politico》報道 拜登這次亞洲之行 目的是加強美國的區域地位 這也反映了美國在全球金融影響力的爭奪戰 和中共正面交鋒的努力 拜登將會利用峰會爭取全球南方國家 路透社報導 拜登將會在峰會向全球南方國家發出一個信號 這就是無論中共經濟發生什麼變化 美國都可以為你們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時政評論人士楊威分析 中共派出黨內二號人物李強參加東盟和G20峰會 顯然分量不足 李強在東盟峰會人微言輕 等於是G20峰會的一次演習 即使拜登說他對習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 但是就乘機主動出擊 接觸先登 當然 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否缺席 實際上都對大局無關 中共的本質與世界格格不入 離世界越來越遠 有專家指出 對於那些正考慮如何結盟的國家來說 目前的形勢肯定對美國有利 中共想實施海上霸權 試圖將有爭議的國際水域 也實行好像對本國水域同樣的控制 近日 加拿大海軍的軍艦 和美國及日本等國家 在東海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明顯有違中共的意願 令中共軍方非常氣憤 甚至派出驅逐艦挑釁 近距離對峙 另外 中共一個所謂的女軍事專家揚言 遙線法制人摧毀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 但是就受到群眾嘲笑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導 加拿大皇家海軍的兩艘巡防艦 屋太華號、溫哥華號 以及補給艦阿斯特里克斯號 8月中旬離開本國西岸後 抵抵日本橫須賀港基地 之後與美國、日本、南韓、澳洲 以及紐西蘭等區域夥伴 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計劃包括在台灣海峽演習 但是屋太華號 由橫須賀港啟航之後 不足一個星期時間內 至少三次遇到中共軍艦 其中一次在9月6日 一艘中共軍方飛彈驅逐艦 在加拿大、美國和日本三國 在東海聯合演習的時候 跟貼演習艦隊 最近距離只是一公里左右 而中共軍方 不僅有正式軍艦在演習艦隊附近 中二次有民兵船同行 他們與屋太華號軍艦近距離 對峙長達3小時 一度對加拿大軍艦使用雷射光 無人機等設施 還有中共軍方戰鬥機加入對峙 根據屋太華號雷達偵察 中共軍機高速直飛向屋太華號 在距離大約32公里時轉向 民兵船還用無人飛機 偵察加拿大軍艦 但是又不敢飛近 保持一定距離 特顯既想挑釁 又有所顧忌的猶豫狀態 據報導 共軍驅逐艦在整個過程 都跟貼演習艦隊 直到演習結束之前 盟軍直升機所拍到的相片 都有中共艦隊入鏡 加拿大全國事務研究所的 國防問題專家裴利說 中共試圖將有爭議的國際水域 也當成自己的控制範圍 如果做不到 就騷擾其他國家的艦隻 但是在共軍今次的挑釁 這個艦艦就顯得頗為輕鬆 在演習結束的時候 還向中共軍艦示意 並且通過無線電警告 說盟軍船隻將會轉向航行 要共軍注意避免碰撞 顯然異見 共軍對西方軍艦 在公海行使自由通行權 相當抗拒 但是又無可奈何 只能以騷擾來發洩不滿 而近日 一名中共所謂的女軍事專家的言論 令外界感到疑笑大方 這名央視軍事評論員 國防大學教授李利 近期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揚言 一旦發生戰爭 中共軍隊應該採取 先發制人的策略 李利聲稱 打仗首先要摧毀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 先發制人 李利將美國稱之為美帝國主義 並且說我們不會像俄羅斯一樣 猶豫不決 只有果斷行動 迅速反擊 才能保證我們的生存和發展 我們會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 不會被敵人喘息的機會 美利的戰爭言論 很快就引發海外網友熱烈討論 有大陸網友問 打起張上來 大叫理想嗎 國家要太平 必須要清除李利 這種信口癡黃的壞分子 有這種嘴炮專家 國家不幸 而很多海外網友就嘲笑說 有這樣的軍事人才 台灣和世界應該放心了 有了它 中國融入世界的速度 至少快十年以上 說得很好 深入淺出和大家解釋了 愛知為什麼都要走 當初的韜光養晦 是為了隱瞞今天的戰狼本色 9月7日傍晚 廣東多地連場暴雨 9月8日凌晨 深圳突然宣布洩洪 禍及香港 空猛的洪水衝上香港街道 車輛被浸 行人被衝走 8日香港宣布全面停貨 全港多處交通癱瘓 有人嘲笑說 這是托誰的福 才能見到這百年一遇呢? 據大陸媒體報導 9月7日傍晚開始 深圳龍江、鹽田和羅湖等地區 出現了暴雨和局部地區特大暴雨 羅湖、福田等地區受災嚴重 雖然深圳市應急管理局 防災減災處處長王上孝表示 深圳水庫的水洩洪之後 會沿著深圳河排到深圳灣 不過這個謊話被官方傳媒自己踢爆 深圳當地大水浸 馬路變成海、地鐵站入水 深圳市民李先生說 雨下得很大 市區裏面浸了很多地方 特別是那些地下停車場浸得最厲害 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水災 網上有人發影片 看到水位高到腰以上 地下停車場的車都在水漂浮 當地防洪指揮部8日凌晨發出通告 決定在9月8日凌時15分開始排紅 深圳洩洪相關話題 一度在微波熱手登頂 香港亦出現特大暴雨 但是這麼多年來 香港很少出現水浸情況 據香港網民爆料 深圳洩洪是導致香港爆發水災的重要原因之一 網頁截圖顯示 港府7日晚通告市民 深圳水庫在8日凌晨0時開始洩洪 新界部分地區可能出現水浸情況 但是港府新聞署的通知 是在7日晚11時44分發出 也就是說 當局在深圳洩洪開始之前16分鐘 才通知香港市民 民眾根本來不及做準備 香港星島日報報導 天文台在7日晚9時2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25分後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至晚上11時05分更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之後8日零時0分深圳發出排紅通知 深圳洩洪時羅湖一個小區居民 拍下洪水過境的情景場面驚人 羅湖區位於香港和深圳的交界處 深圳深夜洩洪 當局原本說洩洪水量每秒大約80立方米 不至於危及下游 但是香港媒體報導 3小時後洩洪水量增加到每秒120立方米 加上下大雨導致香港水浸 深圳市民張先生說 深圳有好幾個水庫 水位都超過境界線 撐不住 唯有洩洪 洩洪的水就排去香港 香港新界很多地方都被浸 全港多處淪為窄角 其中北區雨勢特別大 1小時的雨量一度達到150毫米 受暴雨影響 沙頭角公路嚴重水浸 路上行駛的汽車 就好像激流船一樣 在陸上行駛 有人說 由今次洩洪來看 大陸當局對待香港 和脫州沒有什麼區別 中國大陸嚴重的人口危機正在迫近 為了提高持續下滑的出生率 當局使出各種招數 向民間催生 但是就受到年輕人的消極抵抗 措施都不見成效 現在又轉向軍隊下達命令 向軍人催生 日前 中共軍委公佈新規定 制出獎勵軍人生三個小孩等措施 但是就招致輿論的冷嘲熱諷 中共官方傳媒7日報道 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了命令 公佈軍隊實施 中共的人口計劃和生育法辦法 由今年9月10日起實施 該辦法是把生育和聚焦提升部隊營聚力 戰鬥力聯繫在一起 或是圍繞軍隊人員家庭、分、人、產、育教等現實需求 構建全生育鏈、技術服務、支持體系等 該辦法總共有33條 但是報導沒有提及具體的細節 只是說對生育獎勵輔助、生育服務等作出規範 鼓勵軍隊人員適靈結婚生育 一對夫婦可以生三個子女 還新增育兒嫁、讀生子女父母護理嫁等 這個新規定引發民間各種嘲諷 有網民說打仗靠軍隊、做人都靠軍隊? 就這樣也想打台灣? 政策到了下面必然是政治任務 不生三個你這個營長就不用做 還有人說 所以推動人口增長的 要靠未來的既得利益集團 接近一億的先鋒隊 每個家庭增加一個 估計目標馬上達到 以後就是廳長家裡的小孩 包攬了所有局長的崗位 局長家裡的小孩 包攬了所有科長崗位 這個社會徹底僵化了 有些就說 韭菜不夠國就鼓勵種韭菜 生點命筋 打仗才會賣命 也有人說 中國年輕人失業率很高 連自己都沒辦法生活下去 怎麼可能去生三個弟弟? 軍隊變成生育帶隊 也解決不了人口危機的問題 這是過去幾十年 強制計劃生育的惡果 還有時政評論人士說 中國人口負增長怎麼來的? 就是出生人口少 死亡人口多 這幾年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共一直在隱瞞 其實死亡率相當巨大 中共在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查裡 將數據做了手腳 無法顯示出來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